今天晚上的話題是… 是說結婚 結婚明明是人生一大喜事 不過摘日、禮金、訂酒席等等的預算 都令不少新人很頭疼 婚宴價格成本上升 支出應該怎麼預算 雙方家長萬一意見不合 又應該怎麼化解呢 就開始今天的話題 結婚, 問題多 大王, 現在是年底了 你應該收到不少紅色炸彈 你這麼受歡迎 朋友… 朋友給面子, 請你喝當然開心 但我看到有時候結婚, 見到他們喝 真的有很多問題出現了 無論在酒席上或他們之間 很多時候都會爭執 很多, 經常都會看 遇到很多問題, 大家怎麼解決呢 請來兩位嘉賓跟大家分析 第一位是香港婚禮管理協會會長 鄺鴻小姐, 多謝兩位 多謝兩位 也歡迎大家打172202 你想有什麼朋友打電話上來呢? 對, 關於婚禮上的事 家長也好 對, 爭執任何事 對… 或是一些事想諮詢 兩位專家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又或者你遇過什麼問題 提醒準備要結婚的朋友 對, 這些真的很重要 好了, 你先問 對, 我也想問一下 為什麼到年末會特別多人結婚 對, 過了 一來天氣比較舒服 對 二來中國傳統過了青明節 還有六月農曆重陽或鬼節 之後比較好日會比較多 所以那時候會更多人結婚 難怪這時候經常收那麼多紅色炸彈 不是又近過冬, 團團圓圓, 又近春節 有時春節結婚又好嗎? 新年前有很多結婚 其實在農曆過年時間 紅紅會雙沖 喜事過新年也屬於雙沖 所以也避免了 所以通常11月和12月會比較偏多 四大長老是其中一個 最主要是婚宴貴了 其實如果相比起四、五年 其實升了二、三、四 變成人情補貼不了的時候 追不上婚宴的錢的時候 變成有一個不平衡, 出來就會… 不能夠平衡開支 對, 沒錯 先問一問, 我們想問一問 就是現在做人情 你說四、五年前和現在一樣 是不是現在有一個人情功架表? 是…現在有些人情上 是不是有些是便宜一點? 通常八百至千多, 是不是那樣? 怎樣分配?康復長 是, 因為其實酒店、酒樓、會所 以及一些見證場地 其實會有不同的地方買酒 其實人情也有一個不同的… 酒店多少? 八百至千二左右 對, 如果是酒樓 酒樓呢? 酒樓其實會是六百至八百 這樣的會所都是 六百給不出, 被人罵 你給不出嗎? 被人罵, 開門嘛 對, 我又想問一下 現在去買酒, 貴成怎樣? 酒店一位要多少? 酒店一位其實也要過萬 有些升級高一點的差不多兩萬 一定要, 希望一人都差不多 一千二、一千三最少 沒錯 酒店這麼貴? 原來酒店一位 是 酒樓呢?酒樓便宜一點 我聽說的時候五千元左右, 是嗎? 真的現在去到六至八千元 其實已經很平均了 貴在什麼?為什麼這麼貴? 對, 是不是因為多人結婚 所以那些東西是助理的嗎? 美的日子又貴一點 沒錯, 星期六日 其實幾乎是減不到價格的 成本的確確是高了 食物, 薪金, 租金, 各方面 其實都貴了 如果我看到一些新人 在送貼的時候告訴大家 人情你懂得做的 平台也會寫的, 我花了很多錢 是啊 什麼… 然後拍攝自己在婚宴上的場地 你怎麼報紙, 我報紙了多少 我放了兩萬元 暗示地提醒各位來喝的 大家懂得做, 其實這樣又好嗎? 不是太好 對於我們來說 有壓力給了一些賓客 是 其實覺得來參與是恭喜你們 讓你們開心的 其實多少也好 對, 沒錯 如果有這樣的信息 大家可能到了飲宴的時候 都會有些… 很無人 你們的商業飯 阿霍長 在婚宴的安排 我們會鼓勵他們 不要… 很大份全部都發貼給他們 其實自己資深的好朋友 很近的, 大家已經落實 也會出席, 大家的關係好 你才訂購酒席 到時候又不會太多 沒有人來, 或者又少… 說結婚真的有很多東西 對, 酒席也有這麼多東西說 待會回來更多東西安排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的討論 大家可以打愛意線電話 大家1872202, 待會再見 第二部份的都市閒城 今天我來說是一對新人 如何籌備婚宴 歡迎大家1872202 這個時候有位梅先生 梅先生, 你好 是, 你好 梅先生有甚麼指教 是, 不是指教 我想問, 因為我這個月收到 兩個紅色炸彈 但不熟悉的 但如果我不去 我給得少也不好 給得多, 我經濟負擔不起 其實我應該怎樣做呢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問了專家 其實有兩個選擇 可以選擇, 未必一定是錢的 送禮物, 其實西方也是很流行的 但現在擺酒很多時候 大家最好, 你送禮金就最好 是, 當然 禮物未必用得著 當然, 當然 大多數是多少你用, 真的不去 不去, 其實可以 視乎當然, 都是一個地方的寸 一半… 三百至五百 都可以恭賀別人 對, 沒錯 順道不錯吧 也不錯, 你倆給我一千 對… 請我們倆去, 我們不去 客人不錯, 知道了, 老婆 但有件事大家需要知道 就是新人要結婚前 準備功夫是怎樣 看看那套吧 有前期的 好, 前期準備, 鄺會長 選一個好日子 最重要是要看看有多少嘉賓人數 可以出席 是 因為我們要訂酒席 是 我們的婚紗困擦 其實要做或租都要決定 場地佈置, 都要安排 我們鼓勵其實是不太認識的 以為他們會來的 反而做好一點的調查 或是近身的好朋友 我們先邀請 是不是有意見都在酒席裡出現? 會的, 多的 其他是裙寡、婚紗、租買的 那些問題少? 問題少, 原因主要是新娘子的決定 她的喜愛、設計 但酒席就是四大長老 再加上同事朋友 其實人數變多了 問題就會產生多了 你經常面子問題 你今年訂, 就是明年的事 明年有很多新朋友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鼓勵她不要過為數多 反而是貴貞不貴多 好, 到中期準備了 中期準備是… 先看看 是, 會長 我安排攝影師 其實要拍婚紗照 婚姻監禮人、車、小禮物 兄弟姊妹的工作表 以及流程表 如何設計、做也要出 就看這幾個流程裡, 這幾個事件裡 最容易碰撞的地方 兩口子是哪個問題最多呢? 其實會是兄弟姊妹的工作表 以及整個節目如何安排 裡面有什麼遊戲 花車不會嗎? 如何擺花車, 如何用小禮物 不會? 這個是… 很後期? 很後期, 而且在新娘子方面 新郎一般都給了很多決定權 新娘子, 是的 但兄弟姊妹為何會出現問題? 原因就是… 還沒多… 還沒多 但其實兄弟姊妹未必會認識 當他們第一次… 其實你要知道他們未必會認識 有些是同學, 有大學同學 小學同學, 每個人都不同 沒錯, 是 他們可能遇到第一次見面 其實也可能是第一次見面 變成… 沒三寶 是, 就要去融合 還要加上他們這麼大的責任 在婚禮的過程, 要大家… 就是開門禮笑的目的, 開門 好, 再看第三個程序, 你就知道 到最後期, 後期的準備就是… 過大禮, 因為過完大禮 我們就會派貼 是 嫁妝、中式斟策的用具 分紗照片、短片 還有座位表要出 是 當然佈置的花車、分紗 還有戒指都要齊齊了 還有漏戒指嗎? 少了 少了? 因為看電影或各樣聽得多 緊張, 這樣就… 漏戒指的少了 整個程序裡有哪個特別要注意 他經常會碰撞, 有時候會吵架之類 其實會是… 有時候為了少許的小禮物 可能也會有一些意見出入 我想改, 或者是這樣的 預期的期待不同 這樣也對, 特別今天我看見公仔漂亮 下個月有個新公仔出去想轉 是 這些問題是小問題 小問題 好, 不如先聽聽電話 這個時候有位陳太 陳太的電話, 陳太, 你好 你好, 記者主持人好 陳太有什麼意見? 我想發表一點點意見 請給 我覺得婚姻 結婚是一件快樂不時跟別人分享 是 但傳統上的錯覺就是要… 我們大家合金來給他做婚禮 是 我不太認同 其實要分享花樂不一定要做得這麼大 是 有一點點不太適合 如果是好朋友的 或者大家明白 他自然會送什麼都會表現心事 不應該有人合金來給你擺走 好, 謝謝… 但你現在真的越做越大 好像是表演的 是, 不知道怎麼看 面對這些問題 就像剛才陳太說的 陳太你有沒有輔導, 你告訴他 是你倆人結婚, 大家來和你 擺走容易, 請走難, 未必來 那怎麼看呢 陳太有什麼意見? 其實很多的過程之中 尤其是婚宴那裡 可能你開一盞燈, 換一盞燈 顏色都要錢 都要錢 電製開一個都要錢 甚至乎以圖 我想不同顏色, 現在想改變 又要換錢, 要換錢 我米色的, 我想換粉紅色的 都要錢 錢, 清潔費 有時候時間過了的OT費 全部有隱藏的費用要問清楚 但很難說, 大家預期 還有自己的期望, 有一個落差 大家…你知道新人的東西 完全結婚的時候, 麻木了 你怎樣提點一下他們 一來事先的溝通好 二來其實每一個合作伙伴 或者供應商都有一些價錢表 包括剛才我說的隱藏費用 它有價錢表 也有一些服務 例如影婚紗相, 爭吊各樣 事先我們可以這一張… 叫做… 清單 清單 大家都簽了的時候 到時候的爭吊就基於支持大家的公司 就是減輕一點 沒錯, 就會少爭吊 現在, 今年來計算 要多少錢結婚呢? 整個結婚嗎? 整個結婚現在差不多28至30萬 對… 一晚的表演, 去一個出一出 30萬了? 對… 最簡單的了? 而且是十多…十二位左右 十二位左右? 對 你是不是計算錯了? 十二位左右要30萬? 對 有否因為這樣 大家稍後回去問一問 會否因為這樣令大家不結婚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到時行程 討論的是結婚問題多 大家可以打電話17220 待會再見 我旁邊一位是梁太電話 梁太, 你好, 梁太 你好 梁太, 請說 大王兩位嘉賓 你好 還有思靈, 你們好 有什麼指教 我覺得結婚比較簡化 是 既然去旅行算了 太多事要籌備, 很頭痛 對, 但他們兩家人要開心 爸爸媽媽 又生了一個兒子, 生了一個女兒 希望他們大宴親朋 大家開心一下, 不好嗎? 我女兒結婚, 我曾經擺過 我都試過 只說你拍照那一刻都頭痛 你又要先拍, 她要先拍 那裡已經頭痕 是, 但你先享受嗎? 你享受結婚時 看見她這麼開心 是, 但我覺得… 還有, 如果擺了就不要一起擺 分開男女, 加好一點 好, 好… 還是開心的, 謝謝… 有什麼忠告呢?兩位 請請教 鄺會長, 有什麼忠告呢? 其實準身人壓力大 對, 在婚禮的過程之中 當然父母養育之一 願意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支出不需要花費太多 其實可以輕度調整吧? 沒錯, 很多時候數字不是太離譜或誇張 做了婚禮的支出 之後他們還有很長的人生一起生活 這是將來一直… 我覺得整個過程… 我試過計算那條數字 他們很多時候將拍婚衣 什麼什麼都放了一條數字 但原來除了擺酒以外 分開來, 擺酒也不會欠很多錢 對… 只不過錢是他自己拍照 旅行, 你每次都計算 你不會去旅行 你不會拍照 或者拍得便宜一點就好一點 沒錯…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只是酒席 真的不虧得很多錢 剛才梁太說, 雖然他覺得很麻煩 但看到他們擺酒結婚 他自己也很開心 這就是兩家人的事 對, 希望各位新人 在搞結婚的時候大家開心心 有情人忠誠捐贖就最好了 好了, 多謝兩位今天上來 跟我們告訴各位 如何去辦這個事